因為女兒的關係我開始創業 這個以上這兩句話我相信很多創業媽媽都講過 那當然我也是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小孩的關係 我想要多陪她一點時間 然後因為以前當上班族 畢竟時間是給公司的不是自己的 相信很多媽媽在懷孕的時候都看過很多很不錯的富幼商品 然後有的時候也想要把它帶進台灣 那我就是這個其中的媽媽之一 當初在找一些品牌的話也有設定特別的定位 比如說像是我們一定要多功能多產品 因為一般對於奶瓶既定印象就是喝奶而已 喝完奶如果小朋友長大他就是懷在那邊 日本人的生活的空間比較狹小 我們在找商品的時候就是盡量找不只是單一功能 你還可以利用不同的配件或是做成不同的變化 比如奶瓶可以變成水瓶也可以變成奶粉罐 然後也可以變成零食罐等等的 以前在當媽媽之前你覺得很多事情都需要 都想要去計較 比如像工作上家庭上或是人際關係上 我都會想要我啦對我來說我會想要去計較 但成為媽媽之後其實你的時間是變少的 你必須要把一些時間分給小孩 那時候你再去計較這麼多砸瑣碎的事情 其實是真的是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會開始訓練我自己是要無所謂 有些事情就把它看開了 我覺得媽媽應該是要堅強的 她是要隨時準備好備戰狀態 那你要去處理你的小孩家人還有你的事業 其實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 我覺得媽媽不只是要當媽媽 她也要當自己生活的主人 即使我的小朋友長大了她沒有那麼需要我 我還是有自己的生活空間 所以要去吃東西 很正好 我還是能找個母親民 我真的最好 我跟你們說 我都想吃醉 感谢观看